大家好,我是格子 昨天碰了一件特让人郁闷的事 前两天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195块钱的单身床 到了之后,床有股咸鱼的臭味 而且胶水味特别的浓 那个味道熏得我脑子之疼 然后我这边连一天客服上都给我退货 死去白咧的赖着就想办法不给我退 特别恶心,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床 有股这个胶水的味道 而且有股咸鱼的臭味 看着还像二手的 然后我这边跟他说 我们家这头有这个小孩 有这个胶水味 胶水味特别浓 我说胶水里边有甲醛 我家有小孩 我说闻不了甲醛 我说我买之前特意问你了 有没有这个甲醛 而且是不是没味儿 没想到来了呢 既有胶水味 又有这股咸鱼的臭味 熏脑脑子之声 但是我沟通半天客服 那这客服可浑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告诉我通风晒一下就行了 然后买之前 告诉我没甲醛 然后我跟他说了半天 他还老问我 你确定不要了吗 确定不要了吗 我都申请退款了 他还问我确定不要了吗 你说浑不浑 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不给你退 然后你刚沟通完一个话题 马上就到退款那了 咱聊正事了 他又来个你真的不需要了吗 就特别讨厌 来回来去就老跟你绕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没必要跟他聊去了 直接走这个官方那边 让他们去处理就完了 所以呢朋友们 当你们这个在淘宝购物的时候 碰到这种魂不讲理的啊 这种客服的话 那直接就少跟他废话 真的直接就找这个 把官方客服解决问题就完了 因为呢他不讲理 你跟他讲理 那就是没有意义的 知道吧 因为他本身是不讲理 所以你跟他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咱就到讲清楚的地方 去讲理去就OK了 好那朋友们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你们会怎么做呢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下方交流 喜欢点观众格的 观众格